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寒或热或虚或食 有许多根本他就不是病在绝阴肝和心包的症候 所以京方大家陆元雷曾经有过一句话叫做 绝阴病篇竟是千古一岸 无可言索 在赵开美翻课颂版《沙涵论》 变绝阴病脉症病治这个题目下有几个小字 绝立欧远复 所以我们现在基本可以认定 王淑和在收集整理张中景商汉杂病论的时候 等编到绝阴病篇的时候 他发现绝阴病的这个病篇的原文太少 他和其他病篇似乎不能够匹配 与似乎他就把绝立欧远 另外一篇治疗杂病的内容 附到了绝阴病篇 那么绝立欧远 为什么可以附到绝阴病篇 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 王淑和所见到的绝阴病篇的条文比较少之外 另外绝症 尽管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原因所造成的 可是绝症本身 无论是阴阳气的不足 还是有形病离产物的组织 还是去积的欲饿 之所以造成手脚发凉 那都和阴阳气在不能顺洁与手足有关 那么阴阳气不能顺洁与手足 这和肝的输血技能也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把绝症附在了绝阴病篇 有它一定的道理 肝是主输血的 肝的输血功能正常 那么六腹气机就调畅 该升的升该降的降 而欧 月 夏利这些症候 都是人体气机升降紊乱的一些表现 气机升降紊乱 自然也应当和肝的输血功能不调 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把欧 月 夏利的这些症候 附在了绝阴病篇也可以连得上 那么绝阴病呢 涉及到肝和亲包 肝是主藏血的 所以绝阴病篇也涉及到血症 像出血的症候 像血虚的症候等等 绝阴病从六经病来看 它是六经病发展到最后阶段的症候 如果绝阴病 它是由绝阴病发展而来的 那就是我们上次课所说的 在新肾真阳衰微的基础上 又出现了绝阴向火的衰竭 在这种情况下 人体五脏六腑的真阳都虚衰 伤害论中把它叫做藏绝 这个病的愈后是很差的 进一步发展就是死症 所以绝阴有死症 如果绝阴病不是在 新肾真阳衰微的基础上 发展而来的 而是绝阴经绝阴藏 直接感受了外寒 这个情况就不同了 当血虚惊寒的时候 那就出现手足绝寒 脉袭欲绝 我们上次在概说提到的 那用当归思逆汤来治疗 当寒血伤绝阴藏的时候 出现肝污吐血摸头疼 那就用乌珠瑜汤来治疗 当精脏两寒的时候 那就用乌珠瑜 加 那就用当归思逆 加乌珠瑜生姜汤来治疗 这是绝阴的寒症 当外寒愈厄绝阴向火 向火遇到一定程度 欲及乃发 向火爆发 阳气来腹 如果阳腹而阴寒邪气退却了 人体出现了阴阳合调 那就病就可以自愈 所以绝阴病有自愈的 如果向火爆发 阳腹太过 阳胜则热 这就出现了热症 对于绝阴向火爆发 阳胜则热的这种热症 在绝阴病片 提到了阳热上伤阳落的 汗出喉臂症 阳热下伤阴落的 大便浓血症 阳热泛易基辅的 身发雍农症 既然是阳腹太过 阳有余便是火 所以它可以出现 身热不霸 热不霸 热不退 热不止 这样的临床表现 所以这四个症候 或者汗出喉臂 或者大便浓血 或者身发雍农 或者热不退 热不止 热不霸 这都属于绝阴阳腹太过 而形成的热症 因此绝阴病有热症 在阳气恢复的过程中 阳气是时进时退 阳气进就发热 阳气退就觉冷和下立 雨是乎就出现了 发热觉冷下立 交替发生的情况 这叫觉热进退症 如果局部阳腹太过 出现了热症 常常阳腹太过以后 火热上饶 出现了上热的症候 而阴寒没有完全退却 常常是下寒 这就造成了上热下寒 寒热错杂的临床表现 这样来看 觉音病真是或寒或热 或死或愈 或寒热错杂 或觉热进退 可以说是变化多端 错综复杂 我们在上次课也曾经提到了 前五经病 每一经病都有它的特色 太阳病主要是表症 阳病病主要是理热理时症 邵阳病主要是 邵阳经辅受邪 书记不利的症候 太阴病主要是脏虚寒症 而邵阴病主要是心肾阴阳俱衰 而又以肾阳虚衰为主的 具有全身性正气衰弱的症候 可是到了觉音病 它没有特色 有特色的前五经的症候 都有具有特色的治法 太阳病用哈法 阳闻病用轻法和下法 少阳病用和解法 太阳病用温补法 少阳病的寒化症用温补法 热化症用滋阴轻热法 而觉音病或寒或热 或寒热挫杂或觉热进退 这个寒是真寒 这个热是真热 所以对觉音病来说 我们在上次课就提到了 它没有特色的症候 也没有特色的治疗方法 那么就采取了 寒者热之 热者寒之 虚者补之 实者谢之 寒热挫杂者 则寒热兼治 常常是随正失智 并无定法 觉音病既然具有 或寒或热 或虚或食 或死或活 这样两极转化的特征 那么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条文 来作为它的提纲呢 用单纯的热症不行 用单纯的寒症也不行 所以只有用寒热挫杂的 这样一个条文 作为觉音病的提纲 才能够代表 觉音病的这种 两极转化 错综复杂的特点 下面我们就看 觉音病的原文 三百二十六条 觉音病的提纲症 觉音之味病 消渴 气伤壮心 心中疼热 鸡耳不欲时 食则力不止 觉音之味病 消渴 气伤壮心 心中疼热 鸡耳不欲时 食则吐回 下之力不止 那么这个症后 它的成音是什么 它的成音是寒邪 欲恶 觉音向火 它不是由于 哨因病发展而来的 心胜阴阳 没有 心胜真阳 没有衰微 只是外来的寒邪 欲恶了 觉音的向火 向火欲及奶发 这个时候出现了 欲火上冲 我们现在是讲它的成音 它的主症 和病机 心中 心中 心中疼热 心中 用的是这个疼 心中疼热 气上撞心 气上撞心 这是绝音 浴火 上冲的表现 病人 感到 心中 有一种 灼痛痒 的感觉 而且由气向上冲 这叫气上撞心 心中 疼热 从中医的病机解释来说 这是绝音 浴火 上冲的表现 那么消渴呢 这里所说的消渴 是一个症状 就是口渴 能饮 消耗了大量的水液 而不解渴 那么这个消渴 它的病机 是因为绝音 浴火 消灼金液 绝阳病 有口苦 咽肝 那个咽肝 是绝阳 胆火 绝阳 浴火 伤筋的表现 而到了绝音 它又消渴 实际上是绝阳病 咽肝的加重 它是绝音 向火 消灼金液 还有个饥饥 不欲食的饥 这个饥饿 是绝音 浴火 饭味 味有热 则消不善机 可是它为什么不欲食呢 这是绝音 这是绝音 含血 含血 未退 这个热是绝音浴火爆发而来的 这个含是原来有含血浴恶 绝音向火 原来就有含血 它为什么不欲食 它是绝音 含血 未退 含血 泛皮 皮是绝运化的 皮的运化机能好 胃才能够很好的收纳 现在含血 泛皮 皮 含不运 所以它不欲食 就是有一种糟杂的 凡饿的这种感觉 糟杂 凡饿的感觉 这就是 觉着饿 但是它不能吃 所以这就体现了 它是一个上热 下寒的特征 这个上热 是绝音向火爆发 所造成的 这个下寒 是原本的 外来的寒血 没有完全退却 所遗留下来的 如果勉强给它进食 它不是不欲食吗 如果勉强给它进食 食则吐回 虫子过来的油字 是回虫的 回的骨体字 注意这个字 虫子过来的油字 不能读油 它是回虫的 回的骨体字 我在这里呢 就写现在通用的简化字 回虫有一个特性 它是喜温必寒的 这是一个特性 还有个特性是 喜欢钻孔 当病人体内的 内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 比方说 现在绝音浴火 上冲 出现了上热 而阴寒 没有完全退却 表现了下寒 回虫就感到 它所原来生活的 那个环境 不太适合它 它就容易往上跑 它不是喜温必寒吗 原来它在小肠近生 它就不能够 由于人体的内环境 发生了上热下寒的变化 回虫就喜温必寒 而上行 往上走 就离开了小肠 等一趟 等一 一旦离开小肠 等上行跑到位的时候 那么只要一吃饭 就会呕吐 一呕吐呢 就把回虫给吐出来了 所以吐回这个症状 本身就是上热下寒的表现 当然它如果能吐回的话 这个人必须有寄生虫 有回虫 它才能够吐回 如果这个人没有回虫的寄生 它即使上热下寒 也不会发生吐回的这个现象 一个寄生虫 在体内的这种生活状况 提示了这个人的 体内内环境的状况 我好像是不是给大家举过这个例子呀 两个小孩打架 其中一个小男孩 用一个三轮刮刀 给那个小男孩 从这个左斜下就给扎进去了 我举过这个例子吧 然后穿透了肺 穿透了皮 穿透了左肾 穿透了肠和胃 在我们东西门医院的外科手术室里头 这个开胸之后 把皮和左肾切除 然后胃肠修补 气胸引流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边是不断的输血 血压还是零测不到 请这个董建华老师会诊的时候 那是第二天了 这个董老说 这个孩子有没有大便 有没有小便 护士长说小便量很少 大便嘛 有一次 是百有一样便 消化到有血 还拉出一条蛔虫 东老说 这个蛔虫是活的是死的 那个护士长说 我看到这蛔虫是死的 然后东老说 那我就没有不开放了 我陪着东老下楼的时候 我就问东老 为什么您不给他开放啊 他说 他连一条蛔虫都养不活 他人自己还能活嘛 所以 我们会诊完的第二天 这个小伙子18岁就死了 所以这就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发 所以我们有时候去买菜的时候 你看洋白菜上有虫子眼 我就不要这颗菜 结果那小伙子说 这说明没有农药的污染 虫子都能活着 那这是 这叫什么菜 这叫环保菜 还是什么菜 一个蛔虫在小肠寄生 正常的寄生 那说明这个人的 没有上热下寒的这种病理状态 他只要不能够在小肠正常的寄生 他吐出来了 这说明他本身就有上热下寒 因为蛔虫他非常非常敏感 他是喜闻必寒的 我们人自己还不知道 已经出现了上热下寒的 这种病例变化的时候 他就已经感觉到了 所以在临床上 只要见到吐回的 这绝对是上热下寒 所以见到吐回 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判断上热下寒的 一个客观的症状 那么这样一个症后 热是真热 寒是真寒 应当清上温下 寒热同质 而不能够把它当成食热邪气 虚实的食 不能够把它当成食热邪气 用下法 如果用苦寒攻下 必然就会更注下寒 而造成下历不止 原文我们做了这么多分析 那么到底仲景描述的是 个什么症后 神乎其神 气上壮心 心中疼热 原文是 气上壮心在前头 心中疼热在后的 我现在把它反过来了 因为病人持续存在有上腹 胃腕部的上腹部的一种火辣辣的热痛的感觉 发作性的出现 出现气上壮心 这是个什么症后 我觉得在临床上 我们所看到的胆道灰虫症症 胆脚痛发作的时候 它又钻顶上疼痛 钻顶上疼痛 疼得让你辗转反侧 我遇到一个胆道灰虫症症的病人 他说大夫 我这个胃这个地方 胸口这个地方 火热火热的 这不就是心中疼热吗 疼痛而伴有热感 一致一致的像个大木头棍子一样往上储 这不就是气上壮心吗 西医把它描述成钻顶疼痛 是个胆道灰虫症的单脚痛 那么大家琢磨琢磨 这种病人 他开始就有上热下寒的病例基础 因此灰虫不安其处 不能够非常安静的生活在 他原来生活的地方 他在上窜 灰虫第二个作用是 喜欢钻孔 所以钻到胆道里头 从胆总管奥基什科学基 那个地方钻进去 那就形成了胆道灰虫 一旦形成胆道灰虫以后 灰虫把肠道的细菌 带入胆道 那么从西医的角度来说 这不就合并了感染吗 合并了感染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不就出现了明显的上热的现象吗 这就加重了上热 而单脚痛的病人 在单脚痛发作的时候 常常有口干口渴 单脚痛发作缓解了 口渴的症状就减轻一些 单脚痛发作的时候 他常常口干口渴 当然有时候 有单脚痛 常常给他用一些 阿托品之类的药 这就更加重了口干口渴的 这种临床症状 所以张仲景所描述的 消渴气伤壮心 心中疼热 饥饿不欲食 如果我们在临床观察的话 很像是个单脚痛的病人 当然除了 很像是个胆道灰虫症 单脚痛的病人 那么除了这个病 其他的什么症候 还能够见到 这种临床表现呢 我现在在临床还没有观察到 因此我也不能说 除了胆道灰虫症之外 其他症候没有 这需要大家今后在临床继续观察 这样的一个症候 用什么方的治疗 用我们下面要提到的乌霉丸 适当的加上一些驱蛔虫的药 比方说加齿菌子 加苦练根皮 用乌霉丸来治疗 胆道蛔虫症 这在临床报道很多 而且我们自己也在临床用过 不过这些年来 在城里蛔虫病几乎见不到 这也许是人们注意了微生 也许是由于农药的大量用用 蛔虫也活不成了 但是在农村蛔虫病 还可以见得到 绝因病的提纲 我们就介绍这么多 可见在伤寒论中 张仲景是以一个 上热下寒的症候 来作为绝因病的提纲的 以上热下寒 来代表绝因病寒热挫杂 两极转化的这样一个病理特点 那么我们回应一下三阴病的提纲 对于太阴病来说 它是用腹满耳吐食不下 自立益肾食腐自痛 这样一个太阴脏虚寒的症候 来说明太阴病的主要症候是脏虚寒 它的临床表现就是这个原文中所说的临床表现 所以太阴病的提纲 讲的是临床表现 少阴病的提纲呢 是麦威系但阴魅 你看起来它也是个临床症状 临床表现 但是少阴病主要是寒化症啊 寒化症呢 众多的临床特征 像下立轻骨 自立而渴 手足绝腻等等 但阴魅 手足绝腻等等 它这些症状 它都没有去描述 它用了个麦威系 用了个但阴魅 一个麦相 一个精神症状 就揭示了这个病人阴阳两虚 而又以阳虚为主 这样一个全身性正气虚衰的症候 阴晶阳气虚衰 连正常的精神活动 都出现了障碍 出现了精神萎靡不振 所以它麦威系和但阴魅 实际上是揭示少阴病的病机的 而绝阴病呢 它的提纲 只不过是用一个寒热挫杂的这种症候 来提示绝阴病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两极转化 错综复杂的这样一个特点 所以三阴病提纲在写作方法上 也是一个讲现象 一个讲病基本质 一个讲特点 而和三阳病提纲写作方式也是一样的 太阳病讲表症的现象 阳病病讲阳病病离热时症的基本病基 未加持 少阳病以口苦咽干目悬 来揭示少阳病容易气欲 容易坏苦的特点 从这个角度来看 刚才这一条作为 六经病的提纲的时候 他有意的写表象写病基写特点 这就提示我们在学商科论 每一个条文的时候 都要透过临床的表面现象 进一步抓住他的疾病的病基本质 再把握他病变的特点 透过现象看本质 进而把握其特点 这是我们在临床上对任何一个病应当所做到的 下面我们就看阳病病的上热下寒症 338条 这条本来是讲回绝 在讲回绝之前 先讲了藏绝 以便和回绝相间别 藏绝这个症候 我们在概说曾经提到过 它是由绍阴心肾阴阳俱衰 真阳衰竭的症候 进一步发展到绝阴 造成了干涸心包的象火也衰竭 所以脉威尔绝 威尸主阳虚 内脏阳虚 这个绝冷是真阳虚衰 自末失温 进一步发展 至七八日到第七八天的时候 又是一个自然病程 不仅手脚发凉没有恢复 全身皮肤都凉了 浮冷 全身皮肤都凉了 情人造屋展安时 正是我们以前曾经提到的 那个弱阳勉强和阴寒相争 争而不胜 或者说正不胜邪的 那种躁动不宁的临床表现 造屋展安时 那种躁动不宁的临床表现 所以此为脏诀 所以这就叫脏诀 我们讲义上 在注视脏诀的时候 他说 因肾脏真阳急需而治的四肢觉冷 如果把脏诀和肾中阳气急需 所造成的接冷等同起来的话 那还叫觉音病吗 所以这个脏诀是放在觉音病篇来讨论的 因此这个肾脏应当改成内脏 就是整个内脏的 五脏六腑的真阳都衰竭 这才叫脏诀 如果光慎阳训的话 那是少阴病 而不是觉音病了 所以脏诀是整个内脏的 真阳和项火都衰竭 所造成的觉冷 因此这种觉冷 不仅是四肢觉冷 全身皮肤都凉了 非悔诀也 说这不是悔诀 注尼对于脏诀 没有提出制法 后世一家有的主张 用大剂量的通麦斯逆汤 破阴回阳 事实上这种五脏六腑 内脏的真阳衰竭的症候 常常提示了生机的泯灭 愈后不良 进一步发展就是觉音死症 所以重景不提制法 那是明智的 下面我们就具体谈回阳 回阳具备什么样的临床特点 回阳者其人当吐回 我们诊断回阳的时候 第一个指标吐回史 也就是说它有蛔虫寄生 没有蛔虫寄生 它不能够把它诊断成回阳 这是第一个诊断指标 而且有吐回的这个病史的话 就说明它体内已经有了 上热下寒的内环境的异常变化 第二个诊断指标 时凡时止 脏觉症不是造物展安时吗 持续的出一种肢体躁动不宁的状态 那么回阳呢 他也有烦躁 他这个烦躁的特点是什么 今病者静耳复时烦 现在呢病人是安静的 过上一会儿呢 他就又会烦 什么时候静什么时候烦呢 他说 得失而欧又烦 诸经怎么解释这种情况的 我们把原文再读一遍 今病者静耳复时烦者 此为脏寒 为什么烦 说他内脏有寒 回上入其格 回虫是喜闻必寒的 这个下面有寒 他就要往上跑 回虫扰动 故烦 虚欲复止 过一会儿呢 就不烦了 得失而欧又烦者 回闻时秀出 其人长字吐回 回绝者 无闻完主之 又诸久利 所以我们归纳他的 第二个主证 应当时烦时止 得失而烦 虚欲复止 这是他的第二个诊断指标 具备这两个特征 就可以诊断为回绝 那么既然诊断为回绝的话 他应当有手足绝冷吧 所以第三个 为什么把它叫做绝呢 应当有手足绝了 对于食反食止 得吃耳反 虚欲复止的这种临床表现 张仲景是怎么解释的呢 张仲景是说 当人一吃饭的时候 回虫闻到了饮食的香味 这个绣在这里是做香味来解释 这个绣子本身是从字从犬 犬不就是狗吗 字是鼻子 就是狗的鼻子 所以你看说文解字的时候 他怎么住这个绣子呢 说后面这个狗 可以追踪前犬之所致 前面那个狗啊 走到什么地方 后面这个狗就是看不见他 也能够找得到他 他凭的是什么呢 凭的是气味 凭的是嗅觉 来找前面那个狗 所以嗅子的本意就是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嗅子本身就有了气味的意思 气味浓烈的在古代都叫嗅 气味芳香的也叫嗅 气味慧琢的也叫嗅 我曾以前曾经举过 古术的例子 齐嗅如蓝 说它的味道像蓝花一样香 你看在古代嗅就有香味的意思 有一个人叫申生 也是古代的一个人 这个人做了许多坏事 所以他死了之后呢 就是随便别的人 就把他埋了一个地方 后来申生的这些亲信 回来之后呢 改葬申生 又把那尸体挖出来 然后呢 重新在隆重的安葬 结果嗅彻于外 尸体的臭味呢 从那个房间里一直飘到外头 那个嗅子呢 就是当臭味来讲 所以嗅子在古代就具有一词 具有相反的两个 这个意思 这在山寒论中 像那个坡 有时候当很甚来讲 有时候又当稍微稍稍来讲 也是一词具有相反两意 我好像觉得在二十多年前吧 我曾经把伤害论中的 具有一词 一词具有相反两意的这种现象 写过几篇文章 然后在一个杂志上发表 我在这几篇文章的最后 我说一词具有相反两意的现象 在现代汉语中基本消失了 可是过了不久呢 我有点后悔 我觉得说这句话不大对头 因为我发现在现代汉语中 一词具有相反两意的现象 仍然存在 有一回一个俄罗斯的一个留学生 他就跟着我既学中文呢 也学中医 然后我们呢 就是经常在一起吧 我和他一起逛马路 前面一个年轻的男孩女孩 这个女孩拍了这个男孩屁股一巴掌 该死的 他说老师该死的 他们两个那么好 为什么还骂他 该死的 我说该死的 在这种情况下 就好像小宝贝 就是小宝贝的意思 他说这怎么能和小宝贝联系起来呢 我说这就是在特殊情况下 这个该死的 或者就叫亲爱的的意思 他说那老师 我能叫你该死的吗 我说不可以 后来我就带他看戏 看白蛇传 这个许仙呢 被这个发海和尚 和尚给关起来 进行一些许多的教育 这个白娘子呢 好长时间没看见许仙 非常想念他 也非常惦记他 后来一见面的时候呢 就喊了一句话 冤家 这个留学生很奇怪 冤家他马上把这俩字写出来 冤家不是仇敌吗 他们俩不是情人 怎么能说仇敌呀 我说冤家在这里 也是那个亲爱的的意思 他说那老师 我能说你冤家吗 我说不可以 他说汉语很难学 所以在现代汉语里 似乎一词具有相反 两意的现象仍然存在 有一次我和他一起看球 本来那个球该进的 他没有进去 底下的人还喊好 他说老师 他的踢球没踢好 底下的人为什么喊好啊 我说这个好 在这就是坏 所以他还是不能理解 所以就是汉语太难学了 因此一词具有相反两意的现象 在现代汉语中 在特殊情况下仍然存在 这恐怕是中国传统语言中的一个特色 张忠景说 蛔虫为什么在人吃饭的时候 人为什么会烦呢 这是蛔虫闻到了饮食的香味 在扰动水就烦 我觉得蛔虫有没有嗅觉 我没有继续去查寄生虫病 那个书 我好像觉得蛔虫也不是直接吃我们人吃的饭 而是他把他那个口气吸盘 吸在小肠气膜上 吸那个小肠气 小肠那个内膜上 吸那个内膜的营养 他并不是直接吃我们人的饭 但是张忠景这么解释了 我们不管他 我今天是怎么理解这个蛔虫扰动 这个人得食而烦 虚欲夫止的呢 我觉得这是 这个人上热下寒之后 胃肠这种蠕动功能失调的一种表现 我们一个正常的人 当坐在饭桌上 看到桌子上摆着丰盛的菜的时候 我们唾液就开始分泌 我们的胃肠就开始蠕动 我们的消化液就开始分泌 那么这一系列的自动化的活动 我们每个人并没有注意到它 我在饭锅里不能点菜谱 当我一念这个菜谱的名字的时候 我的唾液就开始分泌了 如果不小心呢 唾液就可能滴出口来 那么我就知道 我的消化液也在分泌 胃肠也在蠕动 甚至可以隐语的听到了 胃肠蠕动的 哎呀我要吃饭了 咕噜咕噜响的声音 而这种上热下寒的病人 他一看到饮食 他这种条件反射发生之后 他和我们正常人不一样 胃肠蠕动失调 或者太剧烈 所以人就感到心里有些难受 因此我觉得这种得食而烦 虚育复止是在外感病之后 所出现的一种胃肠功能失调的一种表现 因为他看到饭以后出现的这种条件反射 关于回绝症 其实我们一直是个谜 有一次开全国的重景学术研究会 有四川的一个老医生姓江 叫江尔逊 那么江先生在这次学术交流会上 发表了一篇文章 专门探回绝的 他说有一年他遇到一个病人 这个病人是一个五六岁的儿童 得麻疹病发肺炎 高烧住院 住院好了之后呢 就一阵一阵的烦躁 西医大夫说 这是高热以后遗留下来的脑病 用震惊药没有效 医院的中医大夫说 这是高热以后伤了阴液 伤了肝肾阴伤 阴虚冻风的表现 用预阴浅阳 震惊的药没有效果 江长一看孩子发烧要退了 吃饭也可以 在医院住着也没有什么意义 而这种一阵一阵的烦躁 有没有不能治好 就接回家了 这个江老先生和这个病人 住的不是太远 所以他说咱们回来了 他妈妈就说 咱们请江爷爷给看看吧 这个江先生到这个 病人的这个院子里 他们是住的平房四合院嘛 这个孩子正在院子里 玩得非常专心 他妈妈说 回来回来 江爷爷给你看看 这小孩有时候他不听话 他妈妈只好就拿出一片桃片膏 来哄这个孩子 这孩子一看有吃的东西 过来就抢这个桃片膏 刚拿起来这个桃片膏呢 这孩子就烦躁 又拍胸脯 又拍肚子 躺在地下打滚 桃片膏也就扔在地下了 过来一会儿又爬起来 捡起这个桃片膏 又要吃 你像四五岁的小男孩嘛 他妈妈说 已经脏了 再换一片吧 再换一片 他就可以吃了 不烦躁了 江先生一看这种情况 得食而烦 须予复止 此非回绝乎 说这难道不是回绝吗 他没有见到这种病人呢 他对山寒论 永远很熟 得食而烦 须予复止 此非回绝乎 好 就给他用了乌梅丸 当然是开的乌梅汤了 又加了一些 驱蛔虫的药 第二天卸下 蛔虫无数 或死或活 从此烦躁不再发作 江先生心里特别的高兴 原来这就是回绝 你看 一看到桃片膏 这下面的话是我说的 唾液开始分泌 胃肠开始蠕动 这个孩子这种蠕动失调 他受不了 他就开始烦 过来一会儿呢 这种特殊的蠕动状况缓解了 这就是重景所看到的回绝病人 然后再接着就可以吃饭了 又过了几年 江先生被一个医院请去会诊 所看到的这个病孩 也是个儿童 十二三岁 也是麻疹病发肺炎 稍退了之后 一阵一阵烦躁 这个孩子烦躁的特点是咬手 手上缠着一块一块的纱布 因为咬破了 就化弄就感染 所以家长有时候呢 一看他烦躁咬手 就家长就用手抓着孩子的这个手 你想十二三岁的小男孩 他妈妈有时候 不小心呢 就把他妈妈的手给咬了 所以他妈妈手上也经常是伤 就在医院住着 中药西药都没有什么办法 请江先生去会诊 江先生说 这个孩子什么时候烦躁 他妈妈说 每到吃饭的时候烦躁 江先生一看这种情况 就说得失而凡 须以复止 此回绝也 肯定了 然后五美汤 适当的加减化财 第二天 第三天 连续两天 卸下灰虫巫术 祸死祸活 从此烦躁不再发作 所以江先生在那次学术交流会上 深有感情的说 张中景如果不是亲自看到这种病人 怎么能够写的这么形象 这么准确 这么生动呢 当然后世医家说 既然是有蛔虫病 那一定会有腐痛啊 所以还有人给他补充腐痛的这个症状 我在这不补充了 那有的病人虽然有蛔虫 他不一定有腐痛 而伤化论原文也没有说 因此我们诊断回绝症 最主要的是两个特点 一个是有吐灰石 一个是时凡时值 得时耳凡 虚欲负值 在他烦的时候 可能会有手足绝了 凭这两点 我们就可以诊单位回绝 可是现在在临床上 有些病人 并不一定有回绝 可是在热病之后 他胃肠功能失调 他也有可能一见到饭 就出现一阵一阵心烦的这种表现 那我们可以不可以 用污蔑丸来治疗呢 我就遇到一个高烧好些日子之后烧退了 一见到饭 他一阵的糟杂 一阵的难受 过上一会 他歇一会 他能够吃饭了 所以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 大家都开始动快的吃的时候 他就捂着这个地方难受起来了 我说你怎么回事 他说我这个毛病有一段时间了 就是那次重感冒以后 发烧以后 等我再一见到饭 我就有这种难受的感觉 所好的是他是个成人 没有在踢上打滚 也没有咬自己的手 我说 在城里的这种成年人 他不可能有蛔虫的寄生 没有蛔虫的寄生 他只要有得失耳烦 虚育副止的话 你也可以按照上热下寒来给他治疗 我后来就给他开了一副乌梅汤 也就吃了三副 从此以后 这种糟大的感觉就没有了 所以我想 用乌梅汤来治疗 得失耳烦 虚育副止这个症后 有蛔虫的 你把它叫做回绝 没有蛔虫的 你就把它看成是上热下寒就是了 乌梅丸这张方子 它有滋阴泄热 温阳通降 安徽止痛的效果 它的药物组成 乌梅三百枚 细心六两 甘疆十两 黄连十六两 父子六两 你看在这里头 甘疆和父子同用 但是父子用的是泡父子 我们前面说过 在《沙寒论》中 凡是甘疆和父子同用的方子 一般情况下都是为了回羊就腻的 他的父子用的是生父子 但是只有一个方子例外 那就是乌梅丸 甘疆和父子同用 但是这里用甘疆用父子 它是温理散寒 而不是为了回羊就腻 所以父子是泡用 当归四两 前面五经病都没有用到过当归 而在治疗绝阴病的乌梅丸 它用到了当归 这提示了肝主藏血 所以用到了养肝血的当归 黄白六两 贵枝六两 人参六两 鼠胶就是川胶 就是花胶 上十位一倒山 这十个要分别倒戏过山 何至之以苦酒滋乌梅一宿 苦酒是什么东西 是米醋 名词解释 如果有苦酒的话 那你就写一个字 醋就可以了 用醋来浸泡乌梅一宿 乌梅本来就是酸的 再加上醋来浸泡 酸上加酸 去和蒸汁五斗米下 所以乌梅丸还要用米 饭熟倒成泥 就是连米饭和丸药混合在一起 和药令相得 那旧中与蜜除两千下 丸入梧桐子大 鲜食是指的饭前 不要把它理解成 先吃饭后吃药 鲜食是鲜与食 在饭前饮服食纹 日三服 烧加之二食文 烧是什么意思 说文解字说 出雾有见也 这个烧字是指的小苗出土 慢慢慢慢的往处出 烧是这么一个意思 说文解字说烧出雾有见也 因此烧加之二食文 是指的慢慢慢慢 渐渐渐渐渐 加到二食文 你把第一次吃十文 第二次吃十二文 第三次吃十四文 这就叫什么 渐渐的加 烧加之二食文 浸生冷 滑雾 秀食 生冷是伤害胃阳的 伤害脾阳的 本来它已经是上热下寒 下面有脾寒 所以浸生冷 滑雾是不好消化的 本来它是个胃肠的计划 就是一见上热下寒 回虫上饶 一见到吃饭呢 就引发了这种胃肠 蠕动的严重的失调 就见到了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对不好消化的食物 增加胃肠负担的食物要禁用 秀食 这个秀是指的香味浓烈的饮食 和桂枝汤方后的那个秀饿 就是气味不良的饮食不同 这是指的煎炸烹烤 香味浓烈的油腻饮食 煎炸烹烤 香味浓烈的油腻饮食 为什么要禁这些饮食呢 因为仲经有一个认识说 蛔虫闻到了饮食的香味 它才扰动 所以人就烦 因此仲经就想到 你不要给它吃香味的饮食 不要引诱蛔虫 这是它当初的思路 那我们今天来看 既然是一个胃肠功能的失调的话 那我们就不要用太油腻的这种饮食 以免增加胃肠的负担 所以直到今天在农村 给有蛔虫的儿童吃蛔虫药的时候 在吃蛔虫药这几天 还要禁忌油腻饮食 这个禁忌就是从伤害论中来的 乌门丸这张方子 既可以致回绝 又可以致提纲正宗所说的 那个上热下寒回重中组的正后 寒可以致久力 为什么这个方子 有这么多的作用 我们休息会再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